最近德国央行宣布已经提前完成了黄金的转移 将保存在美国纽约的黄金储备提前转移到了德国国内 此外 素有趋势大师之称的李嘉诚 在几个月前开始大笔勾进食物黄金和黄金衍生品 这是他从来没有过的行为 而且增实黄金的态度积极 这些变化的背后说明了未来世界的一种什么变化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观察 我是宇荣 在金属货币时代 货币因价值而流通 在纸币时代 纸币因流通才有价值 但是目前世界各国发行的货币 几乎都是不以任何贵金属为基础的信用货币 这就意味着某一个国家一旦出现超级通胀 经济动荡或政权耕地等情况时 这些被印着法定货币是否还犹法可依 需要警醒的是 如果一旦这个法定货币信用主权体出现经济等问题 那么这些钞票也很有可能会变为一堆废纸 比如2016年11月8号 印度总理莫迪以打击犯罪为名 突然宣布废除500和1000卢币两种大额纸币的流通 2016年12月底 委内瑞拉因多年疯狂印钞 导致高通账带来的贸易往来 及流通中遇到的现金交易不变问题 总统马杜罗突然宣布停止流通面额为100的玻利瓦尔纸币 这些国家纸币一叶便飞纸 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发现 全球经济动荡的时候 黄金这样的天然货币之价值就会自然呈现 过去德国因为是二战战败国 将黄金保存在美国纽约 有将黄金质押给美国的意思 好让美国放心 德国作为公开数据显示的第二黄金储备国 在最近几年以来 有关德国在外国的黄金储备的一些传闻和阴谋论开始流传起来 称德国存放在美联储地下室的黄金已经丢失 或者已经被美国盗用了 为了帮助建立起德国公众的信任和信心 就在最近德国总理穆克尔终于愤怒了 向特朗普发射出前所未有的愤怒和火焰 德国央行宣布已经提前完成了黄金的转移 将保存在美国纽约的黄金储备提前转移到了德国国内 莫格尔之所以愤怒将黄金运回国内 也是因为认为美国的美元已经没有了信用 再也不是二战结束后的那个美国了 黄金通常被视为在经济动道时期的对冲基金 德国将黄金转移完成后 就没有任何被美元抓在手里的威胁了 货币战争的概念眼下正在被全球媒体所热潮 美国经济在国际影响力日渐下降的趋势下 美国欲用以减税这个悉心大法 去封死新经济体的经济力量 一场最高等级的货币战争已经打响 归根结底 这其实就是一场有关于黄金与货币的战争 更是一场人民币与美元的战争 在2014年 黄金分析师阿拉斯戴尔·麦克·劳德 告诉外媒称 中国在1982年到2003年间 储并了2.5万吨黄金 而另外一位备受尊重的分析师 预计中国各部门实际黄金拥有量达3万吨之多 并称中国将在三年内将人民币连接黄金标准 没人